大家好,我是戴班小雅 因为私自参加宴会活动 东方卫视的著名主持人房海燕被迫离职 而她主持的新老娘舅节目也是完全交给了另外一名主持人杨磊 正是年富力强 精力充沛的时候 为不该赴的宴会失去了大好的来之不易的工作 真是相当的可惜 只不过对于房海燕来说 她如今的生活状态也是更让人关注 毕竟离开了东方卫视这么久 她到底在忙些什么呢 根据知情人的最新说法 房海燕正在专业读书 而且她还很享受如今的生活 毕竟难得闲下心来 可以把之前的亏欠都补足起来 海燕主持节目伶牙历史 环环相扣 是非常难得的主持人 而她离开之后 历史办会也是很难再找到这样优秀的人才代替 而且房海燕因为没有编制的原因 算是处罚的最厉害的 但杨磊本来就是新老娘舅的主持人 和海燕两人分别主持的 只不过海燕被开除了 所录节目也就废了 只能播杨磊主持的部分了 从收视情况上来看 江福也是比较明显 一静在东方卫视 喜欢防海燕的人 真是带有人在主持人 就是靠嘴吃饭的 又要考虑影响和宣传正能量的形象 如果没有一定的规定和约束 就乱了 但论怎样处置 他们的日子总比你我要好过得多 有什么值得惋惜或同情的 说不定人家已经调整好状态 准备重新大干一场呢 赛翁是马燕之飞服 赛翁得马燕之飞服 个人头上一片天 个人自有个人路对防海燕来说 一静知名度很高 想要重新找个工作 肯定是易如反掌的 只是估计不会有东方卫视这么大的平台 而已除此之外 一些商演活动 或者直播带货都是不错的选择 一静还是有很大的名人效应的 如今的防海燕刻意低调 也只不过是后继勃发而已 毕竟未来的事情 谁又能说得清楚 讲得明白呢 有15年工作年限就可以了 没所谓 世人总会有错 不犯错是神 上天关闭了一扇门 肯定会为你打开一扇窗 天无绝人之路 每个人在人生的道路上有坎坷的 向前走 定会走出一条新的路 欢迎点赞关注小雅哦